以保百岁山农夫山泉水更好喝 那我们先来测一下农夫山泉 这个我们放一边 老喝酒也不行 喝一个水 今天喝就不能够瞎喝了 我们还得细品 像喝酒一样细品 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这个水 我先说一点 这玩意刚出来的时候是真好喝 我最早其实是喝娃哈哈矿泉水 娃哈哈应该纯浸水 就是王立恒做广告那些年 我就喝娃哈哈 娃哈哈那个口感其实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娃哈哈那个水的话 总感觉是有种纯浸水的味道 有过滤的痕迹 口感是好 也有点甜 但农夫山泉 我们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虽然这个甜味没有娃哈哈明显 但细品的话 确实像广告讲的有点回甘 是吧 水质也精英剔透 喝着很舒服 关键是 这个还有我们以前 就在这个农村里面 喝泉水的那种自然气息 所以说好评 所以说一开始 我一直喝那个农夫山泉 后来 但近些年的话呢 我也不知道是我错觉 还是确实是事实 我发现这个农夫山泉 没有以前好喝了 包括我今天喝这个 给我感觉有点白开水的这个味道 没啥特殊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 前些年的话更糟糕 比白开水都不如了 喝一口完全没有再继续喝的这个欲望 是这种感觉 那据说是他们这个 就是有好些个水源地嘛 水源地不同 这个品质也就下降了 这个 但是就是我们这些年和农夫山泉的话 包括今天这个 照封口感上呢 它已经有点灰了 不难喝 但是也不经验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喝一下这个仪宝 仪宝也是最近这几年卖的比较好的这个水平盘啊 仪宝这个呢 你从口感上来讲哈 比那个农夫山泉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是要好处不少的 它是有点让我梦回当年这个哇哈哈纯净水的这个感觉 因为它也很老实嘛 大家能不能看到 仪宝这边呢 它写着 你们看到叫这个 饮用纯净水 它就写着是纯净水 纯净水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普通水 像家里的这个净水器一样 层层净化 留下好的 对口感有帮助的 去要不好的 最后就净化出来那些水嘛 科技手段进入的相对多一点 营养不营养咱不知道 也说不上来 但口感是真不错的 有回甘 它这个回甘的话呢 恰好就是当年 农夫山泉做的比较好的时候的那个微微的回甘 比哇哈哈那个回甘要弱一些 但优势呢 就是没有哇哈哈纯净水 那么强的那种 经过这个特殊处理的那种纯净水的这个气息 是吧 宜宝其实这个也是有纯净水的这个气息 但只不过就没那么明显 没哇哈哈那么明显 就这种感觉啊 来最后我们来搞一下这个百岁山 百岁山这个广告叫水中贵族 是吧 百岁山这里写的呢 它就是完全名堂不懂了 它就纯纯的属于什么 矿泉水 它写的就是矿泉水 农夫山泉这个呢 严格意义上叫天然水 矿泉水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是从地底下像井水一样打上来的嘛 而农夫山泉这个天然水是我在我们这江淳安千岛湖里面搞过来的水嘛 那么这个百岁山这个矿泉水的这个口感呢 我有一说意啊 有没有回甘 有回甘 也是微微的回甘 而且它的这个特点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每次我老喝着玩儿的话 就像刚才三个水比下来 我总觉得它特别清凉一样 那它比仪宝强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水啊 它没有那种这个特别的特殊的自然水被净化之后的那种 净化水的特有的这个气息 它是矿泉水门就偏自然风嘛 但是你从整体口感上来讲的话呢 其实然有一说意 这两个水啊 我个人认为是同一个层次的 都是属于好喝 差也差不了太多 无非呢 就是说这个就有点像是什么呢 有点像是这个饭店里面 同样两个师傅烧一个回锅肉 一个师傅呢 他用的这个肉汁好一点 所以说相对烹饪手法 哪怕简单一点呢 味道也不错 另外一个师傅呢 你哪怕给他一个这个肉汁相对一般的食材 是吧 但是烹饪手法比较高 最后整出来的这个菜的这个口感呢 也不错 这就是两个水的这个区别嘛 所以说你这三个水啊 论口感 论口感的话 有一说一 这两个水是并列的 并列排第一 这两个水并列排第一 农夫产权排最后 那么你从我的这个购买选择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平时买的最多是医保啦 因为医保相对便宜一点 但是最近你看我脚受伤 在家养伤 那为了犒劳一下自己呢 我给自己买了一箱更贵的这个百岁山 但哪怕这样 我买百岁山也是买那个小瓶的 我也不敢买大瓶的 对不对 居家过日子好能手 你看 在我的那个后面 这个橱柜后面 有没有看到 你就放着一个百岁山 然后呢 我在这个 大家镜头照不到的地方 其实我还放着一箱医保的 医保之前喝完了 然后最近的话呢 就这个 咱们就品质升级 要喝这个百岁山 希望咱们这个腿脚 能够好得利索一点 好了 这个三个水的话呢 今天就简单的跟各位聊这里 大家对于这三款水 有什么自己的评价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写评论 下期见